飯飯也沒什麼成就 隨便都碰一下 不是 他們都夠膽就問我 有可能你說話不說話 自一來他們很有明星的心態 那時候做 體育G&G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不過最近我也得到 榨助商的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以及亞洲標準賽 我們送了幾十份底品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面的留言箱 就留意 以及在Facebook上 Like我們的Page 以及我們訂閱的訂戶 就有機會得獎 經過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 聯絡之後就獲獎 今年新的用戶一樣有機會獲獎 好 先喝茶 體育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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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訂閱下面紅色的按鈕 不用錢 謝謝 謝謝 體育T1T 大家開心點 是 今天更加很開心 老友記上來 李德能 為什麼你要訪問我呢 其實 很簡單 大家同行 又差不多出身 又差不多一年多 因為我真的覺得 正所謂體育T1T的事情 不是肯閒之背可以上來 不是 我見你們過去的嘉賓 要是很有成就 人生有些很獨特的經歷 再不是 有些我們的行家 做體肌 特別TVB 因為你們的大台 你見聞是很多的 去過的地方又多 那才可以上來T1T 這兩樣 我也慢慢 說真的 論評論員 哇 大哥 你從80年代一直做到現在 都還是坐正這個位置 我又退了後面 又上來 又退了後面 我們這些 你做了領導 沒有 還有 你多姿多彩 除了做體育之外 又可以培養後輩 還有呢 做了話劇 哇 你說哪裏又夠你多 不是 飯飯都沒什麼成就 隨便 樣樣都碰一下 不是 我就相反 你是多姿多彩 人生多姿多彩 喂 說笑一下 好 真是 為什麼一開始喜歡體育 雖然是男生頭 通常都喜歡體育的 這件事都要問我媽了 因為呢 其實我應該是天生的 是 因為我真的很小時候 跟這個行業沒有任何關係的時候 根本就已經是喜歡 頭類尤其是 是 所以凡是圓的都喜歡的 是啊 因為小時候我們在薩子區大 電視都不是家家有 是奢侈品來的 十家八家的 如果有一家人有電視 就裝他的家 門口裝 我也是這樣 我最初看溫布頓 其實就是站在別人家門口 裝進去 就看到 我這個叫波格 我這個叫叫艾華特 我也是這樣裝回來 是 一直大了 有條件可以看的就是看 我讀中學的時候就已經 因為那些同學就不是說 這麼多喜歡看球 所以我十三四歲已經一個人 去九龍醫館看籃球 是啊 那時候間中有些日本的排球隊 我記得有一隊 那時候來訪港的叫做 玉化成 你現在的名字都沒聽過 名字都不記得了 但我也有能可以一個 傻間間走去九龍醫館看的 所以呢 解就沒得解的 只能夠說與生俱樂 我小時候我也喜歡看球 但我就以看電視為主 嗯 因為我住新界的 是 住新界如果你要看球 就很麻煩 你知道 那時候如果是王國祥 王國祥或者警察會看球 大球場更加不用想 那你看完球怎麼搞 怎麼回家呢 你說新醫館看球 也有這樣的可能 新醫館看球 我就看學界的比賽多 那真金百銀錢出來 我說很捨不得 因為那時年輕 小朋友真的沒什麼錢 喂 有些錢都拿來吃飯 還有你會稍為分心一些 因為你有些體育天分 你本身也是運動員 你到大學還是校隊 如此 我從來都是只有看自己 所以我就看多一些 其實看那麼多運動入面 你最喜歡看的是什麼呢? 什麼比賽? 我真的不偏心的 總之是 說得比較適合 我真的會抱的 因為 可能有些人如果認識我們 就會說你講足球 理所當然也喜歡看足球 足球其實我是喜歡看的 不過如果數起來 你看的數量 哪一樣項目多呢? 我想其實香港的籃球是最多的 回到籃球是最多的? 籃球好像我說的 我讀 Form 1 Form 2 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去看《危漢秋》 你想想那一群 那一群 名字還有多少人認識呢? 那麼 到現在 怎麼都有超過四十年 那麼 中間有多有少的 我最多的那季 是試過香港的甲一組的球櫃 我一場都沒有看籃球 哦 算了啊 所以是喜歡看籃球 又試過短暫地 在有幾年幫無線做Nike Cam 我記得 你記得那時候明珠台 Nike Cam 就是說 換言之那場播 例音 播中的時候有英文播中 但是同一時間你可以選擇廣東話 是啊 那就是明珠台播中 然後你就聽廣東話 是啊 那有幾年你記得呢 明珠台就播 NBA的playoff 是啊 就是米高佐敦 公牛隊最傳承的時候 那我又有機會呢 又搬到你們的車邊 那跟劉勇有教訓 連籃球都講過的 是啊 所以如果講 喜歡看的呢 其實籃球也算是喜歡看的 但是你說 冷門如 Lacrosse 啊 就是軍網球 軍網球 就是剛剛 他正在走那些 是啊 那我也講過過 那時候因為ESPN 就有職業軍網球的比賽 那試過在有線開台的時候 就carry一些ESPN的program 他都夠膽就問我 有可能的Lacrosse講不講到 試一下吧 是啊 有條例就可以了 有球例就可以了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難的 就是我有得看 我熟悉的我又看 如果我不熟悉的那些 我又有興趣學 那就又去看 說回小朋友那時候 我就 基本上我又聽聲音機 又喜歡看電視 嗯 聽聲音機主要就是足球 那其實你小時候 是不是都很喜歡聽聲音機的球 長大? 那不聽 如果又不去現場看 還沒有選擇呢 是啊 所以其實根本 那時候在聲音機聽足球 是很多人的普通 不用特意去選擇的娛樂 因為電視都不是那麼普及的時候 其實家家戶戶的 最共通的娛樂品種就是聽聲音機 是 那你聽聲音機 就什麼都聽的 嗯 那你由這個 早上的 街市行情開始 然後那邊 廣播劇 然後那些 DJ program 然後那些 漁民節目 什麼都聽了 那跟著到播播 那邊就聽了 還有呢 那時候播播 我們小時候聽 何鑑江 和何鑑江 就是我師傅的前輩 大聲葉 盧鎮軒 他們那時候 他們的廣播是很生鬼風趣的 所以 就算你不是很喜歡看球的人 你其實聽他們的廣播 都很有娛樂性的 那時候 就是他們的廣播 根本你可以幻想到那一場 是怎麼樣的 就是你想到球場 你想到他踢踢 那球踢得很遠 或者射的時候 會射得怎麼樣 就是那個幻想能力很強 那時候 那時候一來 他們很有明星的心態 那時候做電台的人 其實就是 跟後來做電視藝員一樣 就是有紅的 人家會認識你的 這個是第一 加上 其實可以很沙膽的 因為很少人 在現場看球的時候 又在聽球 所以要不就聽 要不就看 那如果你大膽說 其實有時候你講錯了 都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不是的 那時候很多人很流行 在看電視 就是聽收音機 這樣子的嘛 因為那時候就是為什麼呢 那時候 因為早期電視台講球 都是比較西化一些 就是說他不會很暫緩畫面的 但是那時候講球 那時候電台講球 就是賺滿馬面的嘛 所以那些人習慣了聽電台那一套 就覺得我聽著電台 看電視 哇,雙重感受 那時候你真的開始是沒有我這麼早 嗯 就是你講的那個年代 已經電視都有幾多球看了 是的 就是本地球在電視都會看到 才出現你講的情況 是的 但是再早年一些 其實你都記得了 六七年TV開台的時候 最早的直播節目是澳門賽車 是啊 所以我就看澳門賽車了 那你有排都沒有本地球看的 所以再早一期呢 其實播本地的 夾組足球聯賽 其實只有電台 嗯 所以真的只有一個說字 那後來電視開始播本地球 或者播外國球 嗯 又沒有一些專門訓練出來 做電視的平術員呢 所以那時候講球的呢 就全部都在電台 就拔過來幫忙的 嗯 那我師傅 何口鑑 嗯 何正剛啊 嗯 那時候還有一些呢 叫魏便利 是 嗯 那些林尚義 全部那時候都是講電台 喂 話說話 那時候 聽商機 聽他們的老前輩講球 多少有些偶像認識 是 喂 你大哥 喂 到底你真是 這些偶像 或者這些神級的人 跟你合作 那時候的心態是怎樣 最初當然是害怕 是 因為你 你又覺得他們 風趣又生鬼又懂事 加上呢 那時候我們的前輩呢 真的有個前輩的款 是啊 是啊 那你擺出來呢 你真的會怯的 那初初呢 譬如阿叔 林尚義那樣 如果你不認識他的時候呢 你會很害怕他 不苟然笑啊 那你問他一句話呢 他回答你的時候 看都不看你啊 是啊 但原來他是這樣的 就是你的作風是這樣的 你和何鑑哥那裡 何鑑哥那裡就真的很隨和 很隨和 很容易聊天 很容易說笑 所以那時候 雖然全行 加上兩隻手 不用一隻手 那麼多評述員 但是呢 是可以做到 個個有自己的風格 有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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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